当我在远方表弟打游戏,遇到一个冒充我的银时 那就随便上熊鸭鸭的号,帮他上场分 小老弟啊,哥跟你说 你要是不帮我搞定你的音乐老四 我就跟你妈说,你网恋 你要你直接和手机说拜拜 表哥你信我,必须帮你搞定好吧 那就行,开了 等一下我拉个同学 搞快点搞快点搞快点 你别笑 我去,小斌你看 这一号好像是个主播 主播?哪个主播? 就是那个大志兄啊 粉丝可多了 这都能看出来是我 看来我的帅气已经不是账号能掩盖住的了 大志兄,我是你粉丝 你这把一定要带我吃鸡 没问题 不是,你俩去 啥玩意啊 这货ID怎么和我一样 冒充的啊 粉丝,既然是我的粉丝 那这把必须带你们吃鸡好吧 哇,真的吗?太好了 这把终于可以躺鸡了 大志兄,大志兄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大主播 让我截个土贝 没问题 等我来个帅气的动作 那我也截一个 这要是被我班同学知道了 不得羡慕死 哎,你俩别被骗了啊 他不是真的,这是冒充的 小兵,你表哥怎么这么说话啊 就是表哥 不喜欢人家抢你风头 你也不能说人家是冒充的吧 没事没事 现在冒充我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这位兄弟,你说我不是真的 那谁是真的呢 我? 表哥,你喜欢吹牛 也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吹呀 你这样不觉得很丢人吗? 没事 少良小丑吧 走,我带你们去捡空头 表哥,你自己反省一下吧 我 要说过你才是最无知之 但总是场游戏 我们的爱落幕了 心中不路了 不再熟悉了